内湖发生了这个割警的命案 今天一早呢 这个死者小灯泡的父母亲还有姐姐 特地也来到了礼仪社去处理相关事宜 妈妈是双眼哭到红肿 而我们也得到最新消息是 马总统也特地前去探视死者家属 我们连线给记者和惠文 是 主播各位观众 在昨天中午的时候发生了 内湖四岁女童惨遭割警的惨案 那么在今天呢 马英九总统呢 以及行政院长张胜正 都来到现场来致议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的情形 马总统 可以看到这个行政院长张胜正呢 还有马英九总统都是前后的 来到这个小女童 他设置的灵堂这边来 不过呢可以看到他们全程不发抑郁 都是非常快步的就进到里头里面 要来跟家属沟通 那么后续呢 我们也会持续在现场为您掌握第一手资讯 我们先把时间镜头交往一个棚内 我们先把时间镜头交往一个棚内 我们先把时间镜头交往一个棚内